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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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親愛的老師朋友大家好 各位 今天大盤直接跳空開高 我們看一下今天盤作 直接跳空開高 它營收公佈了 營收好的公司再繼續往上走 營收不好 拉回來 注意到 今天 塞尼塞尾的智雲 是不是公佈它 一月的營收衰退 直接開耶 開低 但是今天是收紅K 看到沒有 今天是收紅K 所以我認為這個點就是最低點 這個缺口未來會回復 外資上個禮拜 還買了一千多張 所以利空的時候打下來沒關係 6116的財經 上個禮拜不是漲停板 為什麼財經漲停板之後 我們今天的態度是在這裡 逢高千玻璃了解 因為我們要等它營收公佈 如果移收公佈好 拉回來會再攻 站上了季械 我們有買有賣 都在這裡告訴你 今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鴻海郭台銘 他要去參加MWC展 鴻海今天很強喔 我上個禮拜鴻海沒漲 我是不是告訴你各位鴻海啊 你不要小看他 在這裡一直建議買進 在過年前告訴你85塊上要賣掉 守住81塊 對不對 鴻海在轉強之後 那你就要注意到 鴻海旗下的2328的廣語 今天蠻穩的 3032的建漢 全場也在平凡之上 建漢就是鴻海在這裡做4G 你知道鴻海要做4G 其實他大部分都是建漢 建漢這一支股票我們做過很多趟 這裡一路震盪走高 各位注意到 建漢這裡一個缺口 在今天應該會做回補 因為4G的題材 那建漢只要一回補 站上33塊 各位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波段的走勢 不是一天兩天的走勢 我在這裡明白的告訴你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所謂的太陽 5483的中美金 今天有拉回 拉回在什麼位置 剛好這些的低點的位置 各位注意找牌點 他這個拉回 ABC的拉回 在54塊這個附近 要注意找牌點 那3686的達人 今天繼續往上勾 因為他的營收不錯 目標價還沒有到 我們認為還會勾 3576的新日光 各位今天也在勾 太陽能谷 雙反大家不敢買 大家不敢買的時候 你就紅低布局 你不需要去追高 因為再來的太陽能 還是會有潛力 還是會在這裡一路不斷的 整理完過後再走高 像新日光 我們告訴你的時候 各位 在哪裡 對不對 你不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你不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你不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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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這樣操作是不對的 這一支股票還會往上走 3062的建範 各位也一樣 在這裡來說 你敢買的位置 可能在這裡跟這裡 但是你不敢買的位置 在這裡 這裡這裡 你注意到它的底部 越墊越高 所以我們認為 好公司 你是在拉回來的時候 做買 人家不敢買的時候 你去買 當市場很熱 大家都敢買的時候 你就不要買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3035的資源 今天這麼大的利空 開低總高 紅K棒 已經連續產生 12345 五根的紅K棒 你不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你敢買的位置 是在這裡 你買在這裡的人 你這裡想殺 不要殺了 好 股票不是因為跌 我們就要賣 我們是因為跌 我們要買 但是有的股票 上來 現在我們是要賣 因為我們要等 第二次的買點 我們明白的告訴你 今天我們認為 鴻海集團的股票 今天我們認為 有一些 有只有的電子股 我們是站在賣房的 好 那我們在這裡再告訴你 就是3062的健康 好 品牌附近能夠買到 那就恭喜你了 我希望你賺錢 跟著我們的腳步 慢慢做 好不好 祝各位今天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